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关注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9月10号 我是夏扯蛋 我是胡莲莲 欢迎收看韭菜专享新闻联播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全球最大养殖场 出现各种人道灾难 人王见的都要落泪 一顿火化车 应运而生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新冠三年 习皇帝登基大典 还有一月有余 此刻的东华大帝 处处风声鹤唳 党 政 军各个严阵以待 生怕出现差池 军区武将仍然在频繁的人事变动 而地方文官为了所辖区域不出乱子 让习皇顺利登基 一切以稳之当头 稳定压倒一切 所以将老百姓都封控在家里 是最稳妥的做法 现在封城的城市有 成都 大连 深圳 天津 山亚 新疆 西藏 贵阳 青海等等 大连据说早就在封控 昨天再发一个文件 封控再次升级 要求街道和社区全部静默模式 小区居民做到足不出户 这封城可比坐牢惨多了 坐牢至少还能管理一日三餐 还有定时放风 而中共搞的封城就只管关 不管饭 很多老百姓在家饿得嗷嗷叫 更加惨无人道的是 贵养一个九岁的小女孩 父母被拉去隔离 小女孩独自被封控在家 家里没有吃的根本没人管 就这样被活活饿了三四天 幸亏有好心人救济 要不然中共的头上又要多背一笔血债 阿妹你得家里吃呢 一样都没吃 阿妹我家还省心里面吃 我就吃了 你之前三十天没吃饭了 这个哪去 这个扭在这里给你吃 还有这个饭 这个饭你想要吃吗 还有电话 有点问题你帮我电话 比如刚刚还搞 真的是上镜天亮 但凡中共的干部们 心里还存有那么一点点人性 随便给这个小女孩一点吃的 她都不至于三四天没饭吃 那些被拉去隔离的 也同样没有人管他们的死活 中共的打手们 只管拉走隔离关起来 根本不给他们提供饭 大人们恶极顿还可以忍一忍 那些小孩子可就遭罪了 恶极了就藏着嗓着哭 我想问一下 我是请求 娃娃昨天生意 哪个多母亲能受得了自己的孩子 饿成这样 这简直就是人家炼狱 可惜那些人民受薪的领导 根本没有同理心 他们的娃娃吃香的喝辣的 韭菜们的娃娃只能在隔离房里 恩机挨饿 疫情这么久 你有听说过领导们的家属 被拉去隔离的吗 领导们都住在天上吗 他们的小区为什么没有疫情 他们为什么从来不被隔离 因为他们是这个全球 最大养殖场的饰养员 饰养员是不会把自己卷起来的 目前受摧残最严重的城市 是新疆的伊犁州 这里封城已将近40天 老百姓家里的物资已经小好殆尽 网络上流传出了各种人道灾难 缺粮的 缺菜的 缺奶粉的 缺药的 各种求救生 诺异不绝 为了不让居民出门 一些小区把电梯都停了 想要拿到物资 就要把床单撕碎 搓成绳子 然后将物资从窗户掉上来 这样才能获得救命的物资 这幸亏住的楼层不高 要是住高层 家里的床单肯定是不够用了 有些地方的女性 居然要他们拿水冲 你说这说的世人话吗 有人在微博爆料 说事发医理 孩子发40度高烧 可能危及到生命 昨天早上开始说了一天 社区一直没有反应 而且发高烧的孩子 好像还不止一个 工作人员说 不要和我提 要和领导提 全医理都一样 不只是我们社区 我没有办法 但如果持续高烧 不送医院 可能真的会危及到生命 孩子们太可怜了 请救救他们 最后还要再三请求微博 不要屏蔽 我党从来都不会让大家失望 这条微博很快就被屏蔽掉了 幸好爆料人目前还没有被警告 只是孩子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还有一位伊宁的父亲 在微博爆料 说我的孩子一岁五个月 于2022年8月16日凌晨 5点05分 抢救失败去世 我在2022年8月6日凌晨3点 发现孩子不舒服 打了120急救电话 接通告知我 伊宁市因疫情管控 所有医院不接受急诊 在30分钟后我再次打通120急救 还是一样的结果 伊宁市医院不接收儿童急诊 我很想说如果不是孩子很严重了 在疫情期间我会打120吗 当我发现孩子更不舒服的时候 赶忙坐上了社区的车 等到了医院 经过一个小时的抢救 还是失败了 他是我们整个家族的毒苗 抢救失败以后 告知我人民医院没有太平间 我们就给殡仪馆打了电话 殡仪馆告知已经疯了 我们租一个冰柜 买一个冰关都不行 最后告知我们直接拉去火葬场火化 孩子的姑姑 叔叔 爷爷 奶奶 连最后一面都是通过视频见的 我很想知道 疫情期间 疫情管控和人命到底哪个重要 人命在疫情管控期间 就这么轻如流毛 我两天给市长热线打了三次电话 第一次他们被注为医疗救治 今天我又打了一次 还是三到七个工作日 难道说一个小生病的遗失 就这么不让政府正视 还是说区区一条人命而已 我就想要政府的一个正面回答 很难吗 这位父亲在9月8日再次发文 前面的一段话是重复内容 这里就不练了 他在后面写道 抱着儿子的尸体 在人民医院门口坐了三个小时 告知人民医院没有停尸房 殡仪馆打电话 说他们全部隔离了 让送火葬场 一岁五个月的孩子 连骨灰都没有给我这个父亲留下 我们卫健委副书记来了我家 告诉我这个事要调查 好 一个调查22天从市里交到州上 如果想调查这个事 不是分分钟的事 一直拖着有什么意思 是害怕担负责任 还是怕被免职 免职是绝不可能的了 说调查那就是安抚人心 怕你当时在气头上 一冲动端了他们的脑巢 那些战狼粉红们 睁开你们的眼睛看看吧 看看这个人间地狱 你们还有脸说死神不悔入华夏吗 你们但凡还有一点点良知 你们就应该能感同身受到 老百姓正在遭受怎样的磨难 人命在中共的眼里 不过就是一坨会说话的肉而已 简直毫无人性 比魔鬼还可怕 老百姓是去亲人后的哀悼 追思痛苦 他们全然不顾 冷血的另用发指 所以他们这种冷血动物 开发出了一栋火化车 就一点都不让人好奇了 这种移动火化车就是要做到 随时随地火化 让你连挨到的机会都没有 能让你见心恩最后一面 就算你煮上冒青烟了 在中共国能研发出这种产品 根本就是顺理成章 你不用惊喜 也不用意外 你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和亲人 既然开发这种随时随地火化车 就说明伊宁的快速火化 绝不是少数个例 全国各地都是如此 下面这位来自大庆的网友 先是联系12345热线 多次给社区打电话 社区说给联系 到现在也没有给解决 12345也打不通 老人这么大年纪了 非常痛苦 我们求助无门 希望政府能为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 人命关天 抗疫是为了救人 难道只抗疫 别的病就不管了吗 没多久之后 这位网友的奶奶就去世了 他写道 奶奶于2022年9月3日凌晨4点已经过世 联系完殡仪馆后 10分钟就有人联系我了 40分钟后就到我家了 而120和社区整整12个小时都来不了 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的朋友圈已经被屏蔽了 这一条不知道能存在多久 我一没闯二没闹 正常的权益已经没办法得到保障了 讽刺吧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这就是厉害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常态 致病救人 根本没人理你 一听说你死了 殡仪馆跑得比兔子还快 正常的急救诉求没人理 朋友圈发几句牢骚 立马就能锁定你 屏蔽你 不让你发声 在这个地狱般的社会 韭菜们除了痛苦 根本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可悲的是 武汉轮盘城的反抗 和深圳的中秋暴动 分分钟就被武警镇压了 随着习皇登基 强国韭菜们的苦日子 才刚刚开始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